我覺得我算是比別人早一點成熟 雖然他過世了 但是我希望他在那邊是快快樂的 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他在那邊也會開心 那時候在全中運拿到獎牌的時候 你覺得他看到你拿到獎牌 他的心情會是什麼 那他可能會還是說 雖然你今年拿到獎牌厲害 但是第二名他有進步空間 聲不叫背部你這樣子 不受傷的時候 我有想過如果我這次治療 沒有治療好怎麼辦 受傷的話 你的運動生涯會變得非常的快 好 것은 很棒 所以 我沒有沒有 好 我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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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過小階段的時候就身體狀況很不好 就會常常住院 一住院一個月就是好幾五六天 那詠君從小就是因為也要照顧他爸爸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這樣後面看他就是從小就在醫院長大的小孩子 就因為環境的關係 然後就提早退休這樣 以現在的環境來講的話 他們可能就只有七年的時間吧 受傷的當下其實非常緊張跟焦慮 焦慮是因為比賽期真的非常接近 好像兩個禮拜而已沒有辦法走路 那一次我是躺著 然後只要腳伸直碰到床我就會痛 然後那個時候我可能一天睡不到兩個小時 好像不能比賽我感覺我運動生要結束了 一般跟人家就是多休息 那當然是對運動群總是不好的 那後來去了大同醫院 意思是說他的部分可以不用完全休息 就是邊治療 在訓練的話 訓練狀況下監控在幾分痛 說真的那一段時間真的是好得很快 才段段一兩個禮拜 就好得差不多了 我很謝謝他們那一個月非常密集的在訓練我 我感覺就像是被神救了一處 他們真的是出現得很及時 因為真的非常接近比賽 當時我們來大同醫院檢討完是 我們一開始以為只是拉傷 結果後面是拉傷到肌肉有一點點 一些些地方好像是某幾條斷掉這樣子 然後後面在緊急治療 然後感覺就很像被神救回來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生死 全中醫是一年只有一次 所以如果這一年沒有 因為架上是郭三人也是最後一次 但是如果沒有提到的話就要等下後走 再因為長大 我覺得我算是 怎麼講 比別人早一點成熟 算成熟懂事 讓家裡不用 費心拿在我身上 好啦雖然他過世我 但是我現在他在那邊也是快快樂的 把他自己照顧好 然後他在那邊也會開心 那時候在全中醫拿到獎牌的時候 你覺得他看到你拿到獎牌他的心情會是什麼 如果像去年的經驗來講 他可能會愛你 雖然你今年拿到獎牌很厲害 但是第二名他還有進步空間 所以不要順布教拜佈你這樣子 他只會跟我講這樣子 然後繼續努力 現在想要挑選他們的目標是 想要以往國際發展 那現在誰是你的偶像 我感覺只要我有辦法學習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可以說他們身上學的東西都很好 你不要用把他跟他合作 你不能用的 他會用的 他會去其他禮物 你會用的 你可以用一把 你詐勤一下 你什麼現在 你怎麼會用的 你不會用最小限